人风喜事,精神爽 现代年轻人都讲究仪式感 喜提新车就要号召全村的乡亲父老一起分享喜悦 可能已经成为网络时代的指定动作 但有了新的银行提款机 喜提ATM还开幕剪彩 你见过吗? 邓家楼一挡YB最近为提款机剪彩开幕 结果可想而知在网络上炸开 引起许多网民无情的嘲笑 就是这支影片 一挡物数YB折磨哈磨祖吉菲里 为ATM剪彩引起网民的吐槽 Tito留言处可见网民多数留下一字排开的 笑道哭表情符号 推特上一样也是引起热烈的讨论 部分网民诧异的点 是因为没有想到大马居然还有这么落后的地方 有人甚至嘲讽 这应该是80年代的照片吧 那有人批评 当然也有人力挺 有网民认为 那些冷嘲热讽的人 都是没有在乡区住过 所以不懂得民间疾苦 也有无数当地居民跳出来表示 这个提款机解决了人们 过往需要长途跋涉40公里 到正上提款的不便 随着这名一挡YB被推上风口浪尖 也有不少人挺身为他解围 像是一挡登州行政议员艾兹曼就强调 或许外界会以为这样的做法是 Naybank做作 应该没有读错吧 但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多加宣传 吸引当地居民善用提款机 他说自己当时早在2019年 就有银行邀请他为选区当地的提款机开幕 当时他一度犹豫 因为没有人这么做过 但后来也真的这么做了 而且效果还不错 而来自万捷的一挡YB 也发声捍卫同僚 他提及 物数和万捷同样都是郊区 多数居民都是农民、渔民、老人或是穷人 启用提款机在网民的眼中是小事 但对乡区居民却是大事 ATM剪彩引起关注 也有网民就怕出三年前 2020年几大州行政业员 伊斯麦沙列为水龙头开幕的黑历史 当时这样的举动也被揶揄 难道就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开幕了吗 当局当时博士为水龙头开幕一试 认为外界根本重点误 模糊了居民受毁的焦点 反而专注在惨态的问题上 你又是怎么看呢 为ATM、为水龙头剪彩 是YB好大喜功争出风头 还是网民酸然的功利一流 没有好好站在相须民众的角度去思考 欢迎理性留言、文明交流 最后不要吝啬按赞、分享这期影片 也记得持续留守热点和缩 一起关注国内外的大小新闻